三重水富一无路,柳暗黄明又一村,首先恭喜店内兄弟,二川一稳转一笔,才神精彩阿伟在这住院每一位兄弟拥有一个好心态,好计划和准备打持久战的准备去面对接下来的比赛,才有可能天天收米。 这是阿伟对每一位信任阿伟的人比唠叨的一句话,话不多说进入正题,昨日不知道有多少兄弟在失望在莫美洲这一次场,阿伟一旦开始就不看好莫美洲,因为最新情况是莫美洲主力基本轮休,阿伟直觉会大义施金周,加上盘口水位不断的下降,所以莫美洲迎面不打。 向兄弟推荐让胜平,一面三分之七开,最终阿伟带领兄弟成功收米,实弹推荐记录今天下午就一场比赛,那么阿伟就给兄弟精准分析这一场比赛。 88周三,001韩祖总为首2FCVS季周园上周末,双方已大战过一次,首2E3比0的绝对优势,完胜对手,终止了三连板的惨状。 所以这一次再次相遇,首2FCVS在心理方面有着相对的优势,反观季周连队联赛之间的表现一般般,暂时排名积分榜的第五名,尤其是球队近期的客场防守表现低迷,遭遇客场三连板,并且丢了七个进球,而只有一个进球。 客场的攻防表现让人失望,本场比赛又是客场作战,对于球队来说难度更大,前锋马洛克鲁斯状态低迷,而另一前锋马基斯也没有什么起色。 两支球队近六次交锋,首2FC取得三胜三,平,打进8球,失掉3球,压盘早爬首2FC主让平板中水盘起步,对比上一轮联赛让不优势来看,盘面偏浅, 考虑首2FC网季不败的优势和近期回暖的表现,上盘筹码介入拉力十足,而季州连客场能力并不弱,主场龙对正客场龙,下盘同样存在介入的拉力,后市上盘是未缓降。 要借首2FC名气拉力和对近优势造热商牌的意图,阿伟觉得本场比赛会以首2FC小胜收场,推荐,当副财神精彩阿伟,轻松万元大单,每日免费超文推荐时大战季六中午,点击关注,然后自信非诚可少,不喜可喷。 谢谢你